有緣才能相逢 喝一杯酒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別問酒傷口 有緣才能相逢 喝一杯酒 只有你是我的朋友 陪我到自由 那月落在街頭 忍不住的酒 對我和她的故事 忍不住的我 曾經我對自己承諾 愛達到最後 請到深處 人生如夢 悲心都不用 有緣才能相逢 喝一杯酒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別問酒傷口 有緣才能相逢 喝一杯酒 只有你是我的朋友 陪我到自由 我說我的傷口 說也說不通 有緣才能相逢 喝一杯酒 有緣才能相逢 喝一杯酒 有緣才能相逢 喝一杯酒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別問酒傷口 有緣才能相逢 喝一杯酒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別問酒 正常 就是一切都在掌握當中 然後忽然發覺 時間怎麼過這麼快 馬上就要到了 然後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們演唱會的內容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好聽的 對 所以很期待趕快跟大家見面 對 今天是第一次練團 然後我覺得大家都非常的 怎麼講 都非常的在狀況內 然後我覺得就是 跟樂隊整個排練就很好聽 就不像是自己在家裡面 就很單的這樣子自己在裡面唱 然後跟樂隊也合作這樣 因為大家都是老搭檔的 然後大家都很熟 所以就蠻好 其實比較寒冷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就是要泡澡 如果沒有辦法泡澡就要泡澡 所以我幾乎每天晚上 不是泡澡就是泡澡 然後這個是讓我們整個身體的循環 會好很多 然後你就會舒服很多 然後相對的你的身體保暖 然後你的聲帶各方面 就會達到一個 就是比較正常的一個狀態 然後再來就是說 當然可以喝一些或者是吃一些 比較溫暖的東西 就例如說你可以泡一些羅漢果茶 或者是都是比較天然的 我是都是吃比較天然的東西 我沒有去特別的去吃一些 比較具有藥性的或者是怎麼樣 還是用食物 天然的食物來溫暖自己的身體 真的很期待在當天 2月2號跟2月3號 我們一共有三場可以見到大家 然後我知道有蠻多朋友的 從例如說從澳洲特別飛回來的 我以為他要是要回來過年 沒有他是特別回來聽演唱會 還有從香港還有從美國 然後最近還有想盡了辦法 要飛過來聽的有一些大陸的朋友 我真的蠻感動 所以我覺得有這麼多朋友來支持 然後包括我自己的非常好的朋友們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就是不管是哪一場 我不會去分大小場 就是三場都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在三場當中 我們每一場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小小的改變 就是三場的曲目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我也知道有很多歌迷朋友們 他們是聽了三場的 就是買了三場的票 我特別的感動 所以就很希望自己 一切都在掌握中 然後希望自己的狀態 能夠一直維持很好的一個情況 然後把最好的一面展現給大家